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一位帥哥朋友 好辣醫師團 手術室會發生這種事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公開 不可思議的開刀房內幕 好辣軍團 會碰上哪些致命的手術危機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莉 瓜哥 我跟你說 我以前就是國中的時候 有自發性氣胸 然後就有開刀 那第一次開刀的時候 是半身麻醉 你完全可以感覺到 那個醫生拿那個鉗子 幫你組織夾開 然後刀劃肉的那種過程 是 所以我後來就會覺得 天啊 開刀好可怕喔 不知道瓜哥這麼有膽識的人 妳剛剛講說第一次開刀 妳還有第二次開刀 有啊 我氣兩次胸 氣兩次胸 誰想在講講什麼 氣氣兩次 一次國二一次國三 從哪邊 這邊開 對啊 這邊開 先右然後再左 所以妳以前胸部應該很大 後來把氣放掉 我跟你講我正想講這個 每個人都這樣講 是啊 氣放掉 開刀喔 我其實開 開刀滿多刀 可是都是要昏迷嘛 只有一個辦法就開痴瘡 趴著 它從脊椎打一根針嘛 對... 可是我就可以看 我就可以感覺那個意識在那邊 刮我的痴瘡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不用害怕嗎 沒有啊 就覺得很好看 你是很放鬆嗎 這個應該有二十年了 我是當時覺得 也沒什麼害怕 後來之後的開刀 幾乎都是全身麻醉的啦 天啊 你好膽視喔 沒有啦 但是我聽過很多人 麻醉沒有麻完的 眼淚寒著又... 又掙扎不了 好可怕喔 開刀 今天討論手術房 會遇到哪些突發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開刀房好驚險 手術曲折超嚇人 像瓜哥講的那事情 也是很常發生啦 其實我們麻醉要打下去 有一部分是讓你睡著 就讓你沒有意識 另外一部分是讓你肌肉鬆弛的 所以他可能 肌肉鬆弛的藥還在 可是他人已經開始 有點慢慢清醒了 所以他會醒過來 覺得自己不能動 其實開刀這個事情 對... 不管是對民眾而言 還是對醫生 其實都很慎重 因為開刀下去是沒有回頭路的 開刀一定是要確診 然後才會進去開刀 有一種情況就是例外 就是急診刀 因為急診刀的時候 有時候沒辦法 讓你給你這麼多時間 先去看一下病人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之前就有個病人來 就是這樣子 她是四十幾歲的那個女性 她晚上一兩點的時候 跟她先生一起到我們急診室 到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我們就問她怎麼了 她就說她 幼下腹痛一想就 盲腸炎 最常見 那女生當然也會考慮是 卵巢發炎 所以我們還是給她 做一個電腦斷層 就電腦斷層 你看怎麼辦 就是盲腸炎 種種跡象 都說是盲腸炎 所以那時候 住院醫師就直接 打電話給我說 很像醫師有個那個 那個女病人四十幾歲 右下腹痛 所有的檢查都指向是盲腸炎 我鴨也很像 我就說那那就開刀 晚上的開刀房 因為大家都很無聊 對總醫師來講是小Case 大家是在猜說 三十分鐘可以開得完的舉手 四十分鐘開得完的舉手 大家是在投說 這個大概要 多久才可以開完 就開刀就開下去了 就開了兩個鐘頭 還沒有下來 她找不到盲腸 因為大家開始都嘻嘻哈哈的 但是因為找不到 然後那個總醫師的臉色 就開始很臭了 就開始大家都不講話了 因為開始在罵人了 以下嫌棄邪不好 你都知道 你做不好就開始嫌東嫌西 一下嫌這個 怪當怪塞 怪東怪塞 就是找不到 也沒人跟她講話 後來有個那個 那個護士小姐 就看不下去想說 一個盲腸給人家開這麼久 她就跟那個總醫師講說 那個 要不要跟那個江醫師講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她還在開 我在我的觀念中 她之後就已經開完了 她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再找找看 找到兩點半 她終於自己也受不了了 就知道她打電話給我說 先生 不好意思 就是剛才那個病人 我開下去 我找不到盲腸 她說其實睡夢中 好在我家裡很近 那也沒講什麼 我心裡講說 媽 我找不到 現在是這樣想 我說是什麼東西 怎麼可能會找不到 幾分鐘就把她開下來給你看 上去 一個半小時 找不到 她前後就花四個小時 對啊 你知道嗎 我開了歲了 我還是找不到 可以這樣 我就臉很綠啊 我有很多事 就是生平經過大風大浪 開個盲腸的小道 我現在四個小時 找不到一個盲腸有 真的太奇怪 整個大腸都快為我翻起來 我還是找不到盲腸 傷口越拉越大 對於快筋 直接開下去差不多 會不會她的盲腸早就開掉 找不到 我就想說奇怪 盲腸大家跑去哪裡 沒辦法 你怎麼知道 那你醜媳婦還是要見公婆 你還是要去跟病人 他先生還在外面等 你還是要跟他人家講說 就是找不到 你要怎麼辦 對啊 你還是要去講清楚 我就去外面跟他先生講 就當場那個態度 就變得很低下 因為怕激怒他 我就說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先生那個 就是你太太那個 那個病情有點奇怪 我當醫生這麼多年 也沒有看過這樣的病情 我們進去看 會不會他天生沒有盲腸 但是要講還是 還是割過了 他說他沒有 他說他有開過卵巢 但是他沒有開過盲腸 所以他就說沒有 重點是電腦斷層 也說這邊有一團 有一團發言的東西 也像盲腸 可是我看去 怎樣都找不到 那個發言的東西 怎樣都找不到 我就跟先生講說 就是大家的體質都特異 就像你跟我長得也不是很像 就像我媽媽 搞不好他天生就是 就是沒有盲腸 那也不知道 電腦斷層有時候也是會失誤 就是看到好像是發言 其實也沒有 我想就是說 可能傷口先關起來 我們放個眼鏡管 打康律書看看 開來看看怎麼樣 就開始跟他拜託 要三來一個解決的方法 你總共叫我繼續開 第七個小時 第八個小時我也找不到 所以他說 他說電梯就啪就響了 那一整四點 他女兒就衝衝忙忙的衝過來了 因為他其實 他女兒是住在台中的人 他知道媽媽要開刀 把家裡的小孩安頓好之後 連夜就開車就 蹦蹦蹦蹦衝上來了 然後他就衝上來說 醫生…怎麼樣 他看到我們還 最好看到我跟他爸在外面 我就衝上來說 醫生…怎麼樣 我說沒有 我剛才跟你爸解釋過 就是你媽媽這個盲腸 我們找不到 所以就可能手術 就是要暫停 所以要不先關牆 他說盲腸 你還幫我媽媽開盲腸 我說對啊 怎麼了嗎 他說我媽盲腸十幾年前 開暖招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跟他順便割掉了 對啊 就是把他割掉 結果他女兒知道 他媽媽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爸爸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們問他 他都說沒有 我們當然就拚命的找 死命的去找 結果後來發炎是什麼 沒有 我跟你講 肚子裡面有很多的那個油 有些脂肪 真的會莫名其妙的發炎 其實是沒有什麼原因的 他就是一些腸細膜的發炎 不然他變成打抗熱術 就真的好啦 只是就變成 白癌一刀啦 就像我們在那邊搞了四五個小時 真的很緊張 我跟你講真的 我們開刀最怕開上去 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 姜醫師那時候還沒有副腔劑 現在大概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副腔劑進去查 翻來翻去 一下子可以翻到背後去 一下就很明顯 但是副腔劑也是有時候 會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狀況 像我們有三十幾歲的一個男性 他開一個那個減重手術 那他第一根進去打氣的時候還好 可是第一根這個 導管進肚子的時候 病人就突然間 血壓開始下降 然後鏡頭一伸進去裡面 就看到 開始一直在冒血 那時候就想說 一定是戳到血管了 那戳到血管 就趕快再用其他兩隻打下去 然後趕快去想辦法要止血 那時候就有懷疑說 是不是去打到一個 所謂的主動脈這樣子 因為那個血量實在是很可怕 就是說一下子他整個可以淹沒 然後只能用一塊紗布壓著 只要一放開 就什麼東西又都看不到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是緊急 用紗布壓著之後 請心臟外科來看看 是不是主動脈有問題 那因為現在腹腔鏡技術 真的很進步 所以那個心臟外科也說 那這樣子腹腔鏡下面我們 就一起弄一弄 大家一起合作 一個壓一個縫 然後邊吸就把它這樣關起來了 可是關起來的時候 病人血壓還是一直在掉 就是你肚子已經看到沒有冒血了 然後可是病人血壓 再怎麼樣都拉不上來 那時候已經輸了1萬CC的血 已經 然後旁邊抽也才抽5000而已 那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5000去哪裡了 後來就再猜說 會不會其實像那個血管 是一個原住體 會不會它前面打的時候 已經打穿到後面去了 所以前面那個洞補起來了 可是背後的地方 還一直在流這樣子 不得已啊 只能跟家族解釋就是說 因為如果真的到後面去 以現在的為創手勢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必須要這個把肚子剖開 因為肚子剖開這種病人 他的油又非常厚 然後腸子什麼都很厚 所以就變成 你就發現四五個人圍在手術台上 然後幫忙把腸子什麼 多肚扶在一邊 然後讓那個 然後讓那個就是 心臟外科去把整根血管 主動脈這樣把它撈上 真的在背後有一個破洞 那這個病人其實整整 從頭到尾這樣子 在手術房當天就輸了2萬CC的血 然後呢 然後後來到這個 加護病房又整整住了一個禮拜 他很幸運的是有存活下來 那後來再想說奇怪 大家都開這麼多刀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原來就是這種病人 他有時候 他會有一個副主動脈瘤 那那個心臟外科 在拉他那一段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他那一段的直徑 跟他上下的不大一樣 所以應該是他先天就有 或者是說因為長期的高血壓 造成他原來解剖血就不太一樣 所以你用搓胖子的力道搓下去的時候 太深了 就直接穿到那一顆流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外科 可能各位要對外科醫師有多一點體諒 因為有太多情況 是我們不可預期的 像剛才陳醫師說打的 我們用副槍劍 一定要先打一根正確 把肚子用打氣把它打起來 要不然沒有空間可以做 你打其他根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第一根你就是麻木的嘛 可是我們一般預期說 比如說你這個人從來沒開過刀 我們就會認為你的肚皮跟你的腸子 是不會相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針直接扎進去 如果之後你開過刀 我們基本上會先把傷口打開來 然後用眼睛看得到的時候 把那個管子放進去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病人 我們那個主治醫師也是很倒楣 到現在這個官司都還在打 他幫病人開一個膽結石 病人都沒開過刀嘛 健康人嘛 30幾歲的年輕人嘛 就很正常 也沒跟他講說會有什麼風險 因為他覺得這個對他來講 就是很容易的一個手術嘛 就把那個針扎進去 好 扎進去 然後灌水 很順 好 開始打氣 打...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打了個兩公升的氣 病人肚子就會鼓起來了 那他病人打了六公升 肚子還是冰冰的 還是冰冰的 結果病人開始放屁 一直放屁 打腸 打腸 才嚇到啊 趕快打開來一看 哇塞 那個針直接插到腸子裡面去 把腸子整個都打仗了 就很慘啦 因為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原來那個病人雖然沒開過刀 可是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腸子就是黏在那個腹臂上面 他一扎就進去了 對啊 就變成 本來一個膽疊的刀 病人進去開張伯伯 因為還要修補這個 家屬完全就不能夠諒解 一直說他醫療舒適 第一針只能盲渣喔 大部分都只能 因為你想想看 第一針你能怎麼辦 你總是要 你就算要先進去看 你也要先找個洞 鑽進去看 才知道說那個針扎在哪裡 所以第一針大部分都是盲渣 對 要有開始 可是那個開始呢 有的運氣不好就開得不好 對 所以一切都是命啊 不要怪我們 也不能這樣推卸 對啊 你好 那個我是 目前是電玩的遊戲直播主 然後我第一次開刀的時候 是國中 初中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是民俗記憶班 所以等於就是 我很常中午吃完 沒有消化完 就要去一些 側翻 體操 一些比較激烈的運動 後來還滿多人 就是因為這樣去開滿常演 所以學校就把他開了 那個時間調候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是 就是假日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 肚子非常痛 然後痛到 因為家裡都沒人 然後痛到直接在地上滾的那種 家人回來了之後 就先送我去小醫院 醫生就這樣摸肚子啊 敲一敲什麼的 然後就都很痛 可是不知道原因 所以就轉到大醫院 然後醫生就敲了兩下說 這一定是盲腸 直接送醫院 五分鐘直接進去了 因為他說到腸子 大腸那邊都會痛的話 就表示大腸其實也發炎了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因為這是很嚴重 然後我從手術師推出來的時候 我爸說我的那個盲腸 已經腫到跟他的大拇指差不多大 他有看到 對 他就是切出來然後 還要念貨這樣 對 給家屬看這樣 要必須要切出來 因為盲腸一般多大 如果說沒有發現很小 而且很窄 他發現起來真的可以腫得像 比香腸還要大 整個力大 他說為什麼會動到大腸 是因為我們那個盲腸 其實是一種講話 是錯誤的講法 我們是俗稱盲腸 事實上它叫藍尾 那是藍尾黏在那個盲腸上面 但是我們都叫盲腸發炎 事實上應該叫藍尾發炎 那你為什麼藍尾發炎 會動到大腸 就是因為那個一根這樣子 這樣長出來 如果它一直往裡面破 有的人會甚至連連同那個 大腸的入口那個地方 都會有點發炎 你開刀就變成 連那個地方都要修掉了 本來只要住三天 醫生說正常盲腸三天就可以了 然後我那時候住到快十幾天 因為我那盲腸的消炎 一直很難消掉 因為面積太大 而且要等放屁對不對 一般來講是這樣是 我們用排氣 我們常常會開完刀 開完肚子的刀之後 問病人有沒有排氣 是因為在問你說 對 恢復了才會讓你開始正常的吃東西 不然你腸胃無動沒有恢復 你一早就吃 你肚子會很脹 對 那時候放屁是很珍貴的 對 非常 有一天有一個年輕的男生 他是 他本來的鼻腔就是 先天的血管異常 所以他那天來的時候 是從檢商直接推進來 因為他 鼻子嘴巴冒血已經分不出來 哪裡 哪裡 到底是哪裡出血 那血是用流的 那我就趕快請他到前面急救的床 我就把他嘴巴打開 然後我請護理師給我那個抽吸的 我一直抽 一直抽 抽了一堆那個像 可是他嘴巴裡面 看起來還在流 我那時候叫他們趕快摳耳鼻喉科 但耳鼻喉科說 大概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才會下來 所以我一定要先止血 這個才是真正可怕的流鼻血 一般的流鼻血 都是在前面這裡 其實我們只要輕輕壓就止血 壓就可以了 可是後面的血管破掉的話 那個是很可怕的 去壓不到 對 可是我們急診 又沒有像開刀房設備這麼多 那時候我就想到了一個法寶 就是我借用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我用尿管 對 這個是尿管 那我們急診 常常要想辦法把東西 用成別的用途 那這個尿管就是我們從 譬如說男生這樣尿道口 插進去之後 我們要給它固定的時候 我們會打上 這個會裝水 然後我們就會打上水球 然後譬如說我們就打 前面這個地方有一個水球這樣 對 所以這個尿管 就不會從尿 就不會從膀胱裡面掉出來了 所以千萬不要拔尿管 如果你被擦尿管的話 千萬不要拔 你要拔的話 自己就自己先把氣放掉 再拔 對 千萬不要拔尿管 所以那我怎麼用呢 我就從鼻孔進去 我從它出血的那個孔進去 然後我就把它打打到 把它推推推 推到這裡 我就要嘴巴打開 在血淋淋當中 我看到這個地方 已經在它的咽喉這個地方了 那表示這個可以打氣的地方 應該就在大血管那個地方 我就打 就阻止血在流這樣 對 那我就暫時穩了 但是這個不能壓太久 這個壓太久 我裡面的組織會壞死 十幾分鐘夠 夠他們準備把這個病人 送到開刀房 所以這就是我們急診 有時候要善用一些好東西這樣 這種應用在那個外科也很多 像有人 我們常常在講那個肝不好的人 他胃會大出血嗎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就放個很粗的這款 不過跟這個不大一樣 它是特別設計的 你要放到胃裡面 把球打起來 再回拉 你把那個出血的地方止住 剛剛田醫師講的那個鼻腔 我自己過去就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你知道小時候很皮嗎 就是愛在外面打架 結果呢 就有一次就不小心 整個鼻樑被打斷 那鼻樑打斷了之後呢 其實血就是一直噴 就是一直噴一直噴 那個時候就是趕快送到 打完假 趕快送到醫院去 然後就是急診室醫師就說 那個先幫你止血嘛 那止完血之後 他就問你說要不要 因為我鼻樑骨這邊整個斷掉 所以他問 就找骨科的醫師來 然後隔天要幫我喬這個 就是骨頭 讓它恢復原味 不然我這邊 原本都是歪掉的 而且那個恢復原味 它自己會癒合嗎 對不對 對... 那他說如果你不 你如果不趕快把它矯正的話 它之後 癒合了之後 就會像那些拳擊手一樣 長歪的 就是會變成歪一扁 對 所以我 很有個性啊 對 我也覺得 超滿可愛的 所以我會說 這叫什麼 所以我現在要再去把它弄彎 我覺得你很Man 反正那時候後來就 進開刀去手術室嘛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說 要全麻 我心想為什麼鼻樑 要...鼻樑矯正要全麻 然後後來有朋友跟我講說 那個鼻樑骨會很痛 痛 非常非常痛 一定要全麻 恢復的那段時間是最恐怖的 就是你躺在手術台上 然後就插管 你說麻要退掉的時候 對 麻要退掉那時候 插管嘛 然後就是隱約 就已經燈光都看得到了 可是身體都不能動啊 是 就那段時間 然後就看到他們人在那邊 不知道在忙什麼這樣子 然後就... 我心裡想 就我醒過來 你們怎麼還不趕快過來 然後就那個插管 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會 對 會非常不舒服 然後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像那個... 木乃伊電影有沒有 要復活了這樣 不這樣 不這樣 因為我想要使盡力氣 讓他們知道我醒了 對 可以讓我呼吸順暢一點嗎 結果隔了好一會兒 我覺得那段時間 真的超痛苦 然後終於有人來幫我 把這個管子拔掉 不過我那時候 住院到恢復 可以出院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做完 那個矯正手術的時候 插了兩根 那是什麼金屬還什麼的東西 就把它... 承住它 然後我要出院的時候 我就問他 那那個護士小姐 可以幫我把這個拔掉的嗎 他說 你可以自己拔 然後我自己拔 然後我就OK 我就回病房 看對著那個鏡子 這邊拔 然後很緊 他塞的那個很... 撐得很緊 然後我就這樣跑 好痛... 痛... 然後弄了... 我在廁所弄了有半個小時吧 兩根拿出來 好不容易那兩根拔出來 我才知道那個鼻腔裡面有多深 那兩根管子 比我手指頭還... 小指頭還要長 那插著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我只能嘴巴呼吸 然後我就是... 就是有兩個東西頂在那邊的感覺 兩根管會變那樣嗎 兩根管會變那樣嗎 兩根管會 對啦 就是這樣 你沒有還原當你們的 對... 對... 我要分享一根 我發現他兩根可以拔掉 好嗎 你可以自己拔 可以自己拔 對 反正這超級痛 而且那個真的插得好深喔 我也要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大家講的都是比較倒楣的事情 那我要分享一些比較有驚無險的 就是說以前在醫院這個值班的時候 被急診外傷照會 就像江醫師照會我們 就是有一個年輕二十幾歲的男生 在外面卸鬥嘛 然後被送到急診室來很多刀傷 比較明顯的是這個肩膀 左肩靠近脖子的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刀傷 那上面還查著一把菜刀 照這個那麼嚴重的刀傷 我們很怕傷到那個頸動脈 或是鎖骨下動脈 那這樣的話可能在當下 就有點來不及嘛 那但是基本上它雖然是 那個第三 第四度的 缺血性的那個休克 可是它的生命跡象 還算可以穩定 我們想說奇怪 這個...這個傷口這麼嚴重 怎麼... 怎麼還有辦法撐到這裡 然後於是我們一邊止血 一邊慢慢把菜刀拔起來 菜刀上面還有兩個缺口 然後我們去對照X光片發現 這個病患之前有醫生幫他 打過兩支鋼釘 這個鋼釘呢 就把這個菜刀打下來 所以砍了菜刀也會斷面 對 如果不是這兩支 定海神針的話 可能下面的一些鎖骨下動脈 甚至手臂的神經蟲 都會造成很大的傷亡 菜刀都砍裂掉了 對啊 運氣真好 瓜哥你不是最怕這種事 那你可以在 因為我不屑鬥的 你不屑鬥 有這種服務 我在醫院的話是 器官捐贈移植的協調師 那其實有一次是有一個孕婦 那她已經到懷孕後期 其實已經快要生產了 那她其實那裡真的 就散步回去老家之後 媽媽發現 就是媽媽發現說 你那個臉色看起來 好像不太對勁 因為這個孕婦她 全家都有鼻肝 就是她其他的家人 所以她媽媽以前曾經 就是可能有爸做過 所以就看到她臉色就說 你這個很黃 你可能要先去看醫生 那後來她就是先去那個 診所去看 然後診所醫師一看就說 你這個很嚴重 我先幫你抽血看一下 然後就發現說 她那時候整個臉色跟全身都非常黃 就是有點像那種香蕉更黃 快熟成的那一種 非常的暗色 對 然後後來就轉到 我們醫院這邊來 那時候婦產科醫師 先看過之後 是先把她緊急投資產 確保就是小朋友的安全 出來之後都到加護病房去 那就匯診到我們這邊 是移植小組 那我們去評估的時候 就發現說 她其實這個媽媽本身 也是B型肝炎 那她之前可能沒有規則 在追蹤 所以這一次她是一個 急性的濃爆性肝炎 然後導致肝衰竭了 她是沒有辦法再回去的 所以其實這很緊急的是 要趕快去找 一個可以捐肝給她的家人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很常在捐肝評估 其實除了看肝臟的功能以外 還要看你的身體的 其他器官的健康狀況 其實很常見的是 脂肪肝跟太胖 或是太瘦 結果結構上就不能 脂肪肝也不能捐對不對 對 她嚴重是不能捐的 所以這個故事她其實 好險他們全家 把自己顧得很健康 所以在她的那個緊急移植的 配對的那個評估上面 是進行得很快速的 所以就趕快進去開刀 那她現在其實很棒就是 都是安全 然後小朋友也順利的 在發育中這樣子 是 我們今天好像也介紹 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這個 所有的兒子當中 只有那個兒子 是符合這個要捐回來 對 可是那個兒子呢 很胖 好像八九十公斤吧 意思是說妳有脂肪肝 妳要捐給他 妳要在這幾個月 要瘦幾十公斤 結果為了捐給他爸爸 真的瘦下來 我敢啊 對 瓜哥你講那個 就是我說的 對 沒有 不是說我沒有曾經 對 真的有 對不對 這個很感人啊 這個兒子後來瘦了二三十公斤 沒有 他後來捐完肝之後 有腹胖 不過現在正在等肝的人 有一些親屬也是在減肥 對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常見的 一個狀態 我這邊有個個案做一個分享 像我們在婦產科 常常會碰到一些 在急診的病人 那之前有一個 大概二十幾歲的小女生 然後她一來就要 然後她來就 在講一些 說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說妳到底怎麼樣 她就說 剛剛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她拿那個情趣用品的東西 然後在下面 然後 後來斷掉 然後就等於半截拿出來 半截在身體裡面 可是他們找不到那個東西 那時候講 這個 這個在我們婦產科裡面 不是很罕見的東西 而是說 保險套 衛生紙 什麼都有可能 掉到陰道裡面去 她自己撈不到 我們就只好用檢查 那時候 因為她年輕 沒有什麼性經驗 我們就放鴨嘴進去了 她整個早就是沒有 她看 妳確定嗎 妳確定有在裡面嗎 她說真的 那只有 那一個大概是說 像筆一樣長的 因為她沒有拿那個 另外的半截來 她只說 有半截不見 可是因為可能有打鎮定器 她就說 好像症狀好一點 我說她大概就沒找到 就會不會你自己掉在路上 什麼樣之類的 那結果 就讓她回去了 回去之後 下午又來了 對 那急診又摳我 她就說 妳早上看的那個病人 她又說下面又很痛 那大概是麻藥退了吧 對 然後後來我們又再檢查 就照了一張X光 就看到肚子裡面 有那個金屬的亮環 就表示真的在裡面 對 就表示東西在裡面 這回我就賴不掉了 因為我說我檢查沒有 她說妳怎麼檢查沒有 妳就看到肚子裡面就有 那我們就用超音波看 肚子就看 如果看得到就有 那因為超音波也是照下面 我們子宮的前面是膀胱 結果膀胱會沖尿 會有脹尿 結果超音波一看下去 就看到 有個金屬在膀胱裡面 鑽... 那應該會有血尿 對 結果就是 我剛剛想說 那這樣這也太厲害了吧 這洞都分不清楚 這個小男生也太神奇了 後來就知道 這好像旁邊有泌尿科醫師 我們就用膀胱鏡 試著進去夾夾看 對 然後 他說太大夾不出來 對 然後後來沒辦法 只要進手術室了 就肚子掛開來 直接破膀胱進去拿 拿出來的大小 差不多像這樣 一個筆這麼粗 半截的像鋼筆那麼大 對 那怎麼會斷呢 那是金屬做的怎麼斷 他大概是有一隻 像鋼筆這麼粗的東西 就直接塞進去 內叉那 他一定很痛 他在內叉那很痛 所以他是塞尿道口 對 我聽懂的故事 對不起 我聽懂 當然在開刀之中 有很多驚險狀況 就有一台刀 那時候我在找董醫師的時候 跟一位主治醫師開一個 骨盆槍一個大腫瘤 那時候拿出來 腫瘤跟臉盆一樣 那樹中流了快四萬多CC 那些驚險過程 我們都不講 因為都順利度過 關山口是腫醫師的責任 那時候我就要求護士 我們要開始數殺跟數針 那我關到一半的時候 護士才是 他們終於數完了 那數完了跟我講說 醫師我們 我那時候想說 慘了 那所以我當然會要求 他再重數一遍 那當然再怎麼數 少一根針就是少一根針 醫師 所以那時候 我都已經縫完一層了 所以也只能硬著頭皮 把已經封好的地方 全部剪開 打開了 進去肚子裡面去找 那找到老半天還是找不到 那怎麼辦呢 因為針是金屬的嘛 所以其實X光是照得出來 那我們只好請放射師 推著那個移動式的X光機 進來拍刀法 就還沒關就要拍X光 對 我們先用布蓋子 然後從X光去照 X光師推著儀器進來之後 那我們當然要退開 給他喬姿勢 那X光師就跟我說 醫師 你為什麼 肚子的手梳衣上 有一根亮亮的東西 我一看 原來針扎在那裡 可能就放刀在自己衣服上 把衣服擦上去 來 下一個是 抽破醫師畫中畫 沒聽懂暗示問題大 每個組織醫師有他的習慣 每個組織醫師也有他的需求 像年輕的組織醫師 他身上背很重的房貸 他就比較會勸病人開刀 他老的組織醫師 他病人已經夠多 他要求是生活品質 所以有一些東西 他就會勸對 所以你要仔細的聽那個醫師 在跟你講什麼 比如說以膽囊而言 好了 大家都知道膽囊裡面 會長虛肉 我們現在的那個標準的做法是說 膽囊息肉如果有超過一公分 就建議你開刀 因為超過一公分的膽囊息肉 是有可能變成膽囊癌的 可是萬一 0.95 0.98 之前我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 在農總的時候都要去跟教學者 那時候就跟那個 比較一樣的組織醫師 他就教學者 然後就有個病人走進來 照超音波 膽囊息肉 0.98公分 他要從外面拿那個 健檢報告來說 0.98公分 你說應該要怎麼處置 他每天都在講說 這個0.98公分 有膽囊息肉 這個萬一變不好的 或是有症狀很危險 電影你開刀 互相鏡把你開掉 可是那個病人 是有上網去搜尋的 他就說 可是 不是說 超過一公分以上 才需要開嗎 超公分 然後那個主持醫師就剛講說 你不能這麼傻 我們說 我們凡事都要 預防勝於治療 你這個0.98公分 他隨時都會超過一公分 對啊 他超過一公分以後 他在你莫名其妙當中 他就變成癌症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不要膽囊 對 這個萬一變成癌症 你就知道嗎 膽囊癌是一個無聲無息的疾病 不過他真的在你肚子裡面 變成癌症 你到時候搶開搞不好 都沒有機會開 變成真的影響很大 他變成就很猶豫 他說 可是我這輩子都從來沒有開過刀 他說我跟你講 很多人第一次開刀 都是到我這邊來 我跟你講你不要害怕 不會怎麼樣 結果他變成孩子一直在抗拒 一直在抗拒 他說 真的不能夠再觀察一下嗎 他說那個主持醫師真的很厲害 他就說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 你有沒有小孩 他說小孩有啊 有一個女兒 你太太你們家庭的生活 很美滿 他就說是是 他說那你就不用為了你的小孩 跟你太太 什麼話 我想說 這個平常是我們對那個癌症的病患 他不願意接受 最好他在講的話 我去我去 他就拿膽絕肢來用 我就覺得有點殺心的牛刀 後面其妙 那個人被他這樣一講之後 想說 對 萬一我這個症 變成癌症怎麼辦 我覺得為了家庭 我要先把它開掉好了 就把它開掉 然後我才知道 所以 往後被他抓到一個 他就不許變成癌症 可是我們有看過完全相反 那個資深的主持醫師也是一樣 那病人來 就膽絲肉來找他 0.95公分 可是剛好那個病人的個性 跟前面那個病人完全不一樣 那個病人就是 他容不起身上有任何的 他身體很完美 我有個膽囊絲肉 0.95公分 你可以幫我把手術處理掉嗎 我知道你們現在都是 腹相近開病人 腹癌得很快 也不會長後遺症 那個理醫師就說 為什麼要開 你這個不是0.95 通常膽囊絲肉 是要大於一公分才要開 你這個0.95 難道你會痛嗎 他說都不會痛啊 可是我想要開刀 他主持醫師就說 你是數學不好還是怎樣 0.95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就很擔心 他之後會變成癌症 我還是要開刀 我要為我家人 我還是要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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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不要傻傻的 雖然這個道理 都算是很安全 但是沒有人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那個萬一 萬一你在麻醉中 出了什麼事 萬一開刀一半 你心裡不整 你怎麼辦 你為了這個 會變成癌的機率 那麼那麼低的東西 你現在就開刀 萬一你真的出了那個風險 你的家人怎麼辦 你萬一開刀 變植物人你怎麼辦 對啊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不用開 我真的不騙你 我是為你的家人著想 事實上 你看你說我不想幫你開刀 我當然想幫你開刀 你開刀我賺錢 我為什麼不要幫你開 你都這麼堅持 我這樣子想 真的是為你著想 那個病人一聽到這句話 就開始就覺得非常感動 所以說 林醫師你真的是一個好醫師 你會為病人著想 對 我聽你的話 我決定追蹤了 結果他一出去 那個林醫師馬上轉過來 跟他講說 好險他不要開 我下禮拜打牌有夠多 好累 什麼 就要閃刀了 所以我說有時候 醫生的態度就可以決定 那個病人到底要開刀 不開刀了 是啊 就像我們以前剛剛 踏入演藝圈 活力充沛 活動就一直在結 可是做到這種年齡 都很怕會活動 為什麼 燒腦嘛 所以他講的老醫師 開了三四十年 他就盡量不要開 但是我說 醫生還是有良知的 就是你超過標準太多 我們就知道這一定要開 那就沒什麼好商量 對 你離標準太遠 那也是一定不用開的 是 我是滿尊敬 所有的外科醫師 我覺得他們要承受的壓力很大 但是有一些 外科醫師就是 然後自我 沒有... 自我感覺非常癢 我現在的綽號叫做 虛懷若骨 對 然後像我 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外傷 那看起來就是要開刀了 那時候我們就請外科來 然後那個外科醫來 就是 護理師就很喜歡 我沒有去 你不要一直比我 對 護理師就是很喜歡 外科醫師 而且外科醫師通常 不知道為什麼在醫院 就是特別帥走路有風 結果那 護理師就問那個外科醫師說 這個是怎麼樣 結果外科醫師還把那個 所有的檢查 跟護理師解釋一遍 護理師就 好帥 好有學問 這個要怎麼開 這個刀要怎麼開 結果後來這個外科醫師 就走到家屬旁邊了 就說 我已經幫你聯絡好了 等一下你就 然後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刀我開沒問題 但是小兒科 小兒科很重要 結果我們小兒科 主任剛好在那邊會診 小兒科就主任就說 有 他說 可是我們小兒科 大概沒有辦法照顧 術後的部分 結果那小兒科 主任就很安靜 結果後來這個家屬 就哭得更傷心了 結果外科就 真的聯絡好了 結果外面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醫學中心 他們有 小兒外科的醫生 就接手了 那這個家屬 在出發前 就很傷心 就說 是不是因為我的小孩子 太嚴重了 所以你們才要轉院 然後 可是那個外科醫師是說 因為我們的小兒科的照顧 可能會不周全這樣子 那 就很多的話中話 或中話中話 可是我也會想說 那你是不是就直接說 你其實開不了 這樣子 那我又不能這樣講 可是後來 又想回來 其實這樣轉過去也是好的 因為其實台灣的小兒外科 已經很少了 已經是快絕跡了 所以 小兒科的刀 真的滿難開的 風險也比較高 所以他這樣轉過去 其實也是為這個孩子好 但是其實是可以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 不要這樣講 田醫師的講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一個小朋友 他腹部急症 找到某家醫院要開刀 他那個醫師跟你講說 我可能要幫你轉院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原因 因為小兒外科真的是少 因為像小兒外科能開的刀很少 我不是說他們不會開刀 是因為很多先天機型的小朋友 都早就在腹中 就被流產流掉了 所以他們以 開那種機型的刀 幾乎都已經絕跡了 像小兒的腹腔鏡 不能跟大人的一樣長 所以我們 比如說小兒子盲腸眼 如果我們要用腹腔鏡 幫你開刀 我們就一定要有小兒科 專用的腹腔鏡 才有辦法幫你開刀 可是你想想看 一下小兒科 要開急診這麼少 我被我們醫院買那一台 整套設備 可能要花幾百萬 一年只有開兩台 你覺得這樣有核嗎 對啊 所以我們當然就不會有 那種特別的器械 所以這種東西 我們看到就只好 叫你轉小兒外科 像我們現在 我們不想惹麻煩 所以一般來講 都會承認說 我們沒有小兒外科 這個要給小兒外科開 才比較好 但是我們一般不會在 會先 會先稍微教學一下 而且他想說 這個要轉院 剛剛所提的 就是說 醫生暗示這個病患 那我在想說 有時候是連 醫生明示那個病患 可能都聽不懂 曾經有 在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六十幾歲的男性 他已經被診斷 就是大腳趾的那個 黑色素細胞瘤 那這是一個很惡性的瘤 很容易轉移出去 需要積極的治療 但是這個阿伯 就是六十幾歲 我記上 他是從南部過來 家屬陪同他過來 那他其實本身很排斥醫療 他只覺得說 我的腳就好好的 就可以走路 也沒怎麼樣 就一直想回南部回家 但是在從言談之中 跟家屬討論以後 就想說 這個阿伯 平常滿迷信的 這一次來住院 來求診的話 就是 也是說神明的指示 叫他往北部走 才來到我們這邊的 所以我們想說 利用這個的話 就是善意的謊言 就是說阿伯沒關係 先做一下健康檢查 再叫他一兩週後回來 這時候回來 我們就跟他說 我們已經幫你問過神明了 神明指示 你這一次就是好好聽醫生的話 好好治療就可以順利出院 所以我們這次 基於善意的謊言 接下來我們看下面一樣 第三項 想在醫院當VIP 當心下產會產 心虛 當然在醫界也是有很多 很有名的醫師 可是有名他名氣大 但是實際上刀法怎麼樣 其實就見仁見智 因為有人真的 公共關係可以做得很好 那像我以前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在醫病關係上做得很好 公共關係上也做得很好 那在腳樁線上面 其實是一個 算是一個權威 那可是實際上 他每次開完刀的病人 因為腳樁線開刀 一般以很普遍來講 100個病人開 大概會有20個 會有短暫的聲音 那80個不會 80%不會這樣 可是他開的幾乎 每個大部分都會 每個禮巴後診區 就一群聲音沙啞在那邊 因為你看我 我看你都是一樣他的病人 都一樣聲音沙啞 大家都覺得很正常 可是當然隔一段時間會恢復 那當然就有一個 有一次他就跟我們講說 有一個名人要找他開刀 然後就很驕傲這樣子 那好死不死 我是他的助手 就站他對面第一助手 那因為這個名人開的時候 他中間接了很多關切的電話 正在開一半很多關切的電話 醫院高層也都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所以他為了表示他 開得又快又好 所以他手很快 他本來就有點粗魯了 結果手法又很快的時候 我就眼睜睜看到他把一根 可是我不能講 因為我在白色巨塔裡面 所以我也不能講 我說老實 因為旁邊也有圍了一些 醫院高層的一些人 所以有時候其實 我覺得說有這種VIP拜託 然後很多人在關切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我們這裡的人 瓜哥應該要最小心 因為你是VIP 我不用關切啊 我去進去還沒有人打架給他 他去急診室都在那邊等著 被人家打石頭 痛了還是在那邊 他自己在那邊每一床還在地上 他超平民的 我還在急救室等耶 因為我不想變成 被拍到這樣子 打了四五次還是最後 不 還是很快 照一智光什麼都 其實現在那個 我們當下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馬上找 症情外科來接回去 這可能會恢復一部分功能 另外就算你真的開到當中 都不知道他斷了 是否嚴重沙啞 現在耳皮歐哥還可以打局部注射 就是電你的聲帶 讓他聲音可以恢復七八成 不過但是我開甲狀獻 絕對不會沙啞的方法 直接沒聲音 你快快 那像這種在醫院裡面 其實還滿常會遇到的 像醫院 像剛剛怎麼大觀來 像我們醫院有常常 就是那種 百萬捐款的 院長是不是就會打電話來說 這個是百萬捐款的誰啊 子女啊什麼什麼 那大部分在我們在 像我大部分都在解釋 都是他的什麼子女啊什麼 就是比較小一輩的 他說你要好好照顧 那當然我們都會好好照顧 那真的是經驗來講 這種VIP病人 只要來 對 那通常 那就有一個就伸完 都很順喔 寶寶伸然後 他那個是痛這樣伸 伸完就應該是覺得沒事 傷口都縫好沒事 結果看到怎麼 就再把他檢查 結果可能在用力的時候 用力不大 對 在陰道的內壁 裂了一條好長的 大概四五公分的傷口 那又繼續縫 他繼續縫他就會痛了 就痛在那邊一直扭來扭去 然後後來總算 請麻醉科來再推一些麻藥 比較鎮定 因為他有做無痛分母 然後整個都縫好 都沒事了 他想說總算可以過關了 然後完了之後 當然要跟院長的祕書講說 他就跟他講說 我們這Case都生完都沒事 回病房 也都很好 沒事 結果出院了也都OK 結果一個禮拜回來 婚姻傷口又感染了 對 就是說 可是他回來 就不是你的問題 他自己的運動感染 對 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代表不順 對啊 但有壓力 就是會這樣 壓力非常大 對啊 然後後來就 然後又 傷口又裂開 只好再 好吧 那就進開道房 再重新再 清創 再重新縫過一次 像我之前在訓練的一家醫院 中部某一家很大 現在滿會賺錢的一家醫院 那時候其實他那個VIP非常多 不管什麼董事長 立委 明代 什麼一大堆的 常常都來 我們都看到 都覺得麻木了 那就好像有一天 來了一位好像 似乎很了不起的VIP 那他一來 醫院馬上就給他一間 可能一天晚上 藥價好像要 1萬6到2萬的病房 那時候開普通負傷性手術 就可以腎臟除手術 那他也直接指定說 用那個現在最先進的 叫做 達文西機械手臂的手術 那其實在一般做這個 最關鍵的手術 就是在夾 那個腎動脈血管的時候 那其實這一般 我們大概夾 大概夾個5分鐘 其實大概就夾完了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我在夾他的血管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個血管好像脆脆怪怪的 那我還問 那時候問主治醫師說 主治醫師我們這樣 要把它 我覺得他血管怪怪的 要真的把它夾下去嗎 那主治醫師說 好沒關係 就先把它夾下去 不要想太多 結果夾到一半的時候 血管就脆掉了 就開始噴血了 尤其腎動脈 它是在主動脈旁邊 第一條分支 所以那個血 噴得非常的快 所以那時候 場面一度有點混亂 那血壓那時候 曾經降到 大概剩下60幾 也輸血輸了好多 那還好那位主治醫師 另外也不亂 趕快在他的更前端 找到一個比較健康的 血管的地方 把它夾下去 好不容易真的 有驚無險的 度過這台刀 所以其實我們就 那時候就了解 越是VIP越會發生一些 不可預期發生的事情 對 可是他身分就這樣 你叫不要當VIP 對啊 我不要 我不要 而且我們每次接到這種 關說電話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會覺得 我們好像被侮辱 因為我們對每一個病人 都是盡心盡力 可是多了這樣關心 反而真的是會有壓力 對 其實剛剛有講到民醫 民醫 VIP症候群 其實也有所謂的民醫症候群 就是 有一些民醫他們就是很 以前德高望重的一些 我們的老前輩 都曾經在行政職做到院長 副院長級的那一天 他們的病人都會非常多 因為只要是VIP 都一定會來找他們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在行政職做久了 而且他們年紀也大了 事實上他們跟開放房 已經離得有點遠了 他雖然民醫上還是外科醫師 但是他們其實 親自去動到的機會 已經變得很少了 我不說他們不強 只是因為大家都會老 老的時候手就沒有我們年輕人 那麼巧 可是在大院有個好處 就是這種醫生 他底下配的一定是一個 很強的總醫師 因為要幫忙他 掩護一些刀法 因為很太多病人會找他了 那時候我還在訓練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一個 院長級的醫生 他曾經當過院長 他非常有名 但是就有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藝人來找他 那個藝人是胃癌的病人 就來找他開刀 而且指定要找他 當然他就幫他開 平常的時候 這個院長收的刀 大概都是我在開 他大概都是在外底下這樣子 晃來晃去 就是開完之後 檢體拿給他 他就拿去外面給家屬說 我們好千辛萬苦 幫你開下來了 事實上他根本就是 在旁邊坐著看 大部分時間都是這個樣子 就那一天好死不死 我們也以為是這樣 以為是這樣 那個醫院就躺上去 然後院長都在底下 看著我們這樣子盯著我們 我們準備要開刀的時候 醫院的一個某高層 竟然把他太太帶進來了 帶進來開刀房 就整個這樣成為 帶進來開刀房 我們就很嚇到 然後就看到院長 院長就說 你怎麼會進來 院長又有點嚇到 所以他趕快說 我們就準備要休息了 就看到那個太太在走進來 然後就趕快站起來說 等一下我們要開始了 就趕快去說 準備要上來了 就想說奇怪他怎麼會上來 後來是因為那個太太 要來拜託我們院方的高層 帶他進來 因為他們信這麼某個宗教 那個宗教就是 他想說他先生在那邊開刀 他旁邊幫忙唸那個 也不是基督 不知道在唸什麼 就一直唸... 所以他唸給 他說他在旁邊唸 幫他先生祈禱 也就是祈福一樣 讓他先生的開刀更順利 所以那院長 逼不得已 就只好上來開始開 平常那台一刀 我們開下去 大概是四個刀子可以結束 就那台刀 八點開始 到中午十一點多的時候 那台刀 好帥耶 然後我正在對面幫忙院長 院長真的滿頭大汗 然後我一面在幫忙 那時候我看了 你看到一個老人家滿頭大汗 你很難過你知道嗎 他真的很累 他就弄得這樣子 就很慢 動作很慢 院長就整個這樣滿頭大汗 然後旁邊他太太 我們開了三個小時 他正在旁邊唸了三個小時的經 我聽到也頭很大 真的受不了 我就看了 我就想說這樣也不行 我就找個藉口 我就說旁邊還有住手 我說你頂一下 我下去一下 我就下去 我就跟那個公關死眼色 那公關就跑出來說 他說什麼事嗎 我說那個可不可以想辦法 把他的太太帶走 他說怎麼了怎麼了 他說你沒看到院長 已經快中風了嗎 你那個 對啊 因為太太在這邊 你怎麼能夠換手讓別人開 一定要那個院長金字開 他公關才知道 他說他做了一個很呆的蠢事 對不對 怎麼把太太帶進來了 他說那現在怎麼辦 我說好不然你把太太交出來 我跟他講 然後太太就出來 我說我太太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因為太太房裡面的環境 最好就是要無菌 你在旁邊這樣一直念經 那個口水這樣噴出來 對你先生那個 萬一他感染 真的很倒楣 而且你在這樣子 這個就是 裡面多一個人 多一份感染的危機 我說 為你先生著想 你看你要不要先離開一下 他再來一聽到說 是為他先生著想 我馬上說好馬上出去 就開完外面去念經了 就沒有在裡面念經了 結果他一走 那個我們院長馬上下來 手套一脫說 我終於解脫了 算離開 院長沒有這樣那個公關 所以聽起來 是很多的故事存在 現在醫療進步 大家都希望開到能順利安 每個都是什麼 但是每種手術都有 他優點跟缺點 還有他的風險 大概訴前和醫師 要充分的溝通 才是對你最好的保障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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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